其实政党轮替老百姓是可以得其力的 或者是政党也可以在这个欺负中得到一些反省 那我想第一个跟大家讲一件事 大家不要以为我讨厌民进党 没有我很尊敬民进党 我在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 我是从来没投过国民党的 我在1998年那一次高雄市长选 我在选市议员 抱歉我的票是投给谢长廷的 也不是因为我欣赏谢长廷 高雄国民党执政太久 我就换个人对高雄更好 然后想换人做做看 所以大家知道换的这件事情 其实本身就有价值 你就看这是新竹 这是桃园 因为你查把黑箱打开 现在这个人他就要想 我如果下来的时候 下一个如果又换了 会不会来查我 所以他就会谨慎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服务 不是说今天民进党这样 抱歉国民党 国民党之所以后来在2000年被轮替掉 是因为他执政太久了 政党是人组成 人就脱离不了人性 所以轮替这件事情 本身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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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